大家好,我是Charles 我今天要教你們怎麼做我最喜歡吃的義大利麵 這個義大利麵呢是用一個白醬 通常這個白醬都是用不健康的又很肥的料理 我今天要教你們怎麼做一個美食的又養生的 超好吃的,我已經流口水了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醬 所以這個醬呢是比較健康的 因為我今天要用這個是椰奶 Coconut Milk 通常他們都是用牛奶又用奶油 可是今天我們要把它做健康一點 所以我要用椰奶 所以我今天椰奶倒進去 加一點水 好 水差不多這樣 然後再加一點堅果 這個堅果會把它變成很creamy 又加很多 protein 然後 最重要的料理喔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加一點 酵母菌 這個會把它變成超好吃的 一點醋就是白醋 你也可以用蘋果醋 加一點鹽巴 我用的鹽巴是 Pink Himelian Sea Salt 這個對身體比較好 比較養生 現在要加九層塔 這個超香的 嗯 這個香味會把這個醬超好吃的喔 好 我們加進去呢 然後如果你喜歡吃辣的 你可以加一點辣椒 這邊有辣椒 加一點辣椒 小辣 你如果比較勇敢 你可以放多一點 下一個呢 我們要加義大利香料 加一點 加一點 再加一點胡椒 Pupper 嗯 好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打囉 我最喜歡打這個 這個很好玩 我每次打的時候我一定要跳 所以我們開始囉 一 二 三 好 好 這樣就夠了 這個醬 會好好吃喔 嗯 So exciting 好 我們現在 麵煮好囉 我們現在要 上菜了 我們來煮這個 來吧 我們今天用橄欖油 因為這個是義大利的方法 現在要加一點 蒜頭跟薑 好 我們加一點洋蔥 你有沒有聽到 我最喜歡這個聲音 我們加一點鹽 我加一點香菇精 洋蔥就要把它用成這樣 Golden Brown這樣 嗯 好漂亮 我們現在再加進去 小玉米 加進去 嗯 再加進去我們的番茄 嗯 我煮東西的時候 都很喜歡煮很多顏色 因為你吃很多不一樣的顏色 才會收集到很多不一樣的營養 現在再放進去我們的香菇 好 再進去 放進去我們的 黃瓜 豆干 好 我們現在要放一點水 快讓它用水煮的水出來 不要再放太多油 哇 你們有沒有聞 好香喔 超香的 好 現在我們把火把它用小一點 火小一點了 我們現在要把麵放進去 我們剛才煮的麵 現在可以放進來囉 我們現在要把我們的醬 剛才打個醬 慢慢的 這個火一定要很小 不錯喔 好 我們現在要上菜囉 嗯 好漂亮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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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我的義大利麵 想要知道我的材料嗎 請來我的網站 Charles Chen.TV 全部都在上面喔 希望你們喜歡 下次見 拜拜